解題,單項感應電動機雙直電容式特性 有一部電動機接線如圖3所示 部分內容損毀無法辨識以A到1來標示 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好,來,第十四題 十四題圖給這樣子 請問,今天直流電池交流電? 它是畫一個貓貓草 它就是交流電嗎? 它有沒有電感,有沒有電容? 有 所以這是什麼式? 單項感應電動機 然後有幾個電容? 兩個電容,所以是什麼式? 雙直電容式 第一,A選項是雙直電容式 那B選項呢? A跟B哪一個是啟動繞主? 哪一個運轉繞主? 有到電容的就是什麼繞主? 啟動,沒有接電容的來運轉 所以A跟B誰是啟動,誰是運轉 B是啟動 誰是啟動 B是啟動 對,B是啟動 沒錯 好,因為 A是直接接這樣子嘛 所以B這邊接電容 所以B是啟動 沒錯,B是啟動 好,那A呢 是Rub 運轉 好,再 第三個 第三題 它說C跟Z的電容器分別在這邊 請問一下哪一個是啟動電容 哪一個是運轉電容 哪一個是運轉電容 有離心開關的是CS還是CR? CS 這個 CR CS用什麼樣的時速電容器? 是用電解電容 啊這個呢? 是用油鍵刺 啊這個是間接在使用的嗎? 啊這是長時間在使用的嗎? 對不對?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 哪一個是電解電容是怎樣? 大容量 好,這沒問題 啊再來 這個油性是紫質電容 油性紫質電容器 所以這小容量 這也是沒問題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C 這裡答案是C 對,那豬血要怎樣? 離心開關是速度起來的時候 這個離心開關 他們透過離心怎麼樣呢? 打開 對 啟動完成 這個CS就切開 所以這是第四個不錯 所以13點是C 答案為C